三十二军沿浙干线 退守进衔 南昌失守 四月中旬 蒋中正令九战区夺回南昌 这一役仍由罗卓英任总指挥 四月二十一日 第一集团军高一怀的部队反攻凤心 左翼曾冲到滩西市 十九集团军主力向高安挺进 可大城杀到了生米街 但仍然无法贴近南昌 四月二十二日 第三战区三十二集团军 上官云相的部队 奉命加入了作战行列 他们从临川北进 由正南方逼进南昌城 这个时候 由于南巡铁路未能按预定计划切断 使日军有机会从上海调遣陆战队 火速赶来接手南昌的城防 而使101师团能够同出手来 反击右线的中国军队 二十九军军长陈安保 于事宜遭敌机俯冲扫射 壮烈殉国 这是五月六日的事 九日蒋中正下令停止攻击 南昌会战变高结束 南昌之役是孙护以来 投一次大规模的攻坚作战 可惜先是错失了战机 平白地以主动为被动 以至接下来要去承担机动力差 火力不足等先天不足的恶务 最后攻败吹成 不过这一次 中国军队还是从失败中得到了教训 而使隋藻之战能够打得平分秋色 隋藻会战是指隋县与早阳一带的战事而言的 这个战区东起平旱铁路的南端 西汽汗水 这次战役是由李宗仁第五战区 唐恩博部队所发动的四月攻势而起的 港村担心的武汉外围压力 这个时候正由北紧紧南逼而下 为了突破困境 1939年5月1日 港村令狄州的十三师团 与滕江的十六师团 联手从中祥沿大洪山旁北 向造洋发动攻击 5月3日 山邪的第三师团等分别从信阳和应山 向隋县与同摆进击 企图包围唐恩博和李品仙的 十一和三十一两个集团军的主力 7日 日军突破77军防线 早阳城破 12日 唐河 南阳 西野先后陷地 但王仲联的85军 张诊的13军 和秦联方的84军 在同摆山却打得很好 他们成功地遮断了通道 使两路日军无法会合 这个时候 张自中的33集团军 和孙震第二线部队 都及时东渡汗水 纷纷投入战场 侧击田中和滕江部队 唐恩博这边 则从三台殿抽身北上密阳 绕个大圈过了南阳 再回过头来攻击西野日军正面 敌军在重压之下 阵脚松动 纷纷后撤 中国军队连克西野 唐河 唐河 早阳 铜白等地 到20日恢复了原来的态势 随早之意 日方动用的总兵力 约为11万3000余中 中国军队则为22万人左右 双方你来我往 20天之内 中国军队连被飞机炸 毒气熏在内 一共伤亡了28000余人 而日军伤亡也达21000余人之多 比例越来越接近 更重要的是 这一场战里 我们不仅有能力进行运动战 甚至可以攻坚 这些都是在受尽 无数失败痛苦之后 从中汲取的教训与经验 也是踏着仙人血迹 为自己走出来的一条生路 俗话说 胡广熟 天下足 湖南本是中国古仓 中国深知 日军为要以战养战 攻略长沙只是迟早的问题 9月15日 蒋中正正式下令九战区 其大意有三 一 万一长沙不守 薛长官应退至平乡指挥 二 在诸州 刘阳 李陵部署兵力 阻敌深入 三 间接掩护衡阳 避开直接防御 显然 最高统帅为整个战局着想 并不准备和敌军在长沙决战 但这位广东籍的将领 咬住了万一长沙不守这几个字 坚信长沙一定守得住 又是电城军委会 表示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 贝崇熙 陈城 亲自到湖南来传达这个命令 告诉薛约你假设在长沙打 就是抗令 我们要军阀从事 薛约说我就是要抗这个令 你们等我打完以后 尽管杀我没有问题 当天晚上薛约要打仓州电话 打到重庆向江委员长请示 江委员长已经睡觉了 送美灵姐的电话 就要在电话里讲 这个叫我不在长沙打的命令 我已经决定抵抗 现在我也请夫人转告委员长 我打圣了 我还是犯了抗令的罪 我情愿被枪被 如果我打败了 我自杀 宋美灵讲 薛将军你不要解冻 我给你转大好了 第二天早上 那么一方面 宋美灵打电话给薛约 说薛约啊 你放心好了 委员长完全接受你的意见 也你不是抗令 你是接受了我们新的指示 你打是有功劳的 你不必要解冻 你好好的打就好 当天江委员长自己也下了命令 正式的命令 不发一条命令给薛约 再唱沙打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薛约 到底凭什么 拿自己的命来赌一场仗 原来他部署了一套独到的战法 叫天炉战术 就等着日军入翁 究竟何谓天炉战术呢 1995年 我们在台湾嘉义 访问到了这位 当时一届百岁高龄的薛老将军 谈到了他的天炉战术 天炉战术 三层的访意 以前一届访意 英雄的地人呢 就不下来 旁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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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一有 又奔 又来下来 我们就旁边呢 旁边大加持 保卫转 保卫转 进行天炉战术的地理先决条件 在于作战地带的纵身要够 否则便不足以拖累敌人 二 针对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 我们要彻底破坏道路桥梁 只要能把他们从车上拖下来 跟我们一起靠两条腿走路 那么胜算就大了 无相相说 日本人每年都是九月份打残杀 为什么呢 秋树以后田里面是干的 但是呢 我们动员民众啊 秋树以后马上啊 离田灌水 用流离个田之后 把水来灌满 水这样一来呀 日本的这个坦克 车辆都不能走了 1939年9月1日 希特勒进兵华沙 以雷霆万军之势 在27天之内席卷了波兰 这一朝是称闪电战术 港村有样学样 于9月14日 集结了第6 33 101 106 与3 13等约五个使团 加上长江舰队的舰艇 三百余搜 空军战机一百余架 还有海军陆战队 和专门施放毒气的化学兵 共约18万余众 也像孝平德军收拾波兰一样 扑天盖地而来 他还夸下海口 9月底以前 一举拿下长沙 越军准备怎么拿呢 港村的主战线 是放在岳阳沿岳汉路南下的这一条载线 辅线则在主线的左方 十字通城 在傍着木府山南下 右翼 火洞亭湖 绕过我军后方 以牵制对主战线的压力 左翼则始于干珠 这股日军计划从高安出发 一路西南行 越过长达192公里的山岳地带 直奔长沙的东方 配合主战线南下的部队 一举拿下长沙城 9月14日 港村令江有的106和101两个师团 向高安和惠武发动攻击 炮声响起 日军所谓的相干作战 也就是长沙第一次会战 便从主战线的东方 江西省境内的高安 揭开了序幕 21日 日军主战线左翼部队 第三十三师团 开始从湖北南部的通城 清朝南亚 沿着木府山边杀到了麦士 23日 右翼部队第三师团 配合陆战队渡洞亭湖 果然在盈田强行登陆 超了中国军队第一线后 港村的正面 以第六和十三师团为主义 早在18日便从岳阳进逼新墙河 中国军队战将关林征 15集团军的52军 军长张耀明的部队 首当其中 一时沙声震也 血肉横飞 当年束手新墙河两岸的中国官兵 回忆作战的情形说 那这个二本的那个回去丢炸弹 我们一辆人只剩入十七个人 通城还有人打着那个炸弹 那个头还得起来把人喝满 那天九十多架飞机啊 天上通城都是飞机 看天都看得着 就是在这 回去炸弹 这个子弹前后多有上下 一哈就打着个背心 那个地瓜啊 那地方放嘛 人嘛 放在洞里面 在那里面睡觉啊 晚上 在那里面睡觉 日本人都啊 一下子就 你看 日本人的吃到就啥子 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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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子了嘛 本来像我们是半个月都可以了 我们人物都完成了 我们减持了 减持半年 日军主力部队在新强河以北 和张耀明的52军 饿斗了6天 再说干西这一步 岗村本来企图 用101和106两个师团的命令 由东向西的 以侧应由岳阳南下的主攻击线 但是罗卓英自从丢了南昌之后 深深觉得乱没面子的 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表现一下 现在机会来了 他先用自己的宋肯唐和刘多权的部队 在高安堵住了日军 中路卢汉的58军 云南名将孙杜一马当先 跟敌人主力在上腹打了枪 日军的右翼虽然过沙窝里 冲到了黄沙桥 但被从羞水南悬而下的川军 王灵机部队打得寸步难行 再说卢汉这边 日军主力虽然一度攻下上腹 横街 该防 一路杀到了找桥 但滇军一点也不含糊 马上掉头从外围两路报仇 在该防附近截击日军 这个时候 王耀武的74军 又从上高增援北上 袭击日军左侧 搞得忠惊顾得了头却顾不了尾 显然日军想以干西兵力 侧应主战线的战略有了麻烦 从左翼南下的这一路 碰到的是川军老将杨森 杨森本是天无战法的 原设计人之一 一开火 他就把侄子杨汉玉的二十军 从幕府山上掉了下来 从外式以东 侧击干破的左翼 下楚中的七十九军 也从西向东赶到了桃树港 这个时候 日军的后路完全被切 变成了过河的卒子 非得往前杀出一条血路不可了 他们唯一的想法是 希望熬到平江 跟奈良支队回师 但他们虽然力量呛呛 挨到了长寿街 却过不到嘉义 因为下楚中的七十九军 已经抢先一步 等在那了 奈良的遭遇也不怎么样 他们过了新强盒之后 就不断遭到五十二军张耀明 和三十七军陈沛部队的 旁敲侧击 好容易蹭到长乐街 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显然 这个时候奈良不仅无力助攻 甚至连自身都已难保 于是他便决定左拐向东逃命 好不容易赶了五天路 才杀进平江 于九月三十日 和干破在三眼桥碰上了头 这一对难兄难弟 在三眼桥上大眼瞪小眼 心里都有个数 那便是赶快突出重围 逃回通城去 至于右翼 从洞庭湖上来的上村 一上岸就被欧镇的一个营 连打带跑地捅了一阵 接下来又碰上了李绝的部队 在三戒桥 稀里糊涂逐了一仗 但转眼之间 七十军又躲了起来 了无踪迹 上村摸不清情况 只好待在三戒桥 进退两难 比较顺利的 要算道业的第六师团 新墙以后 他过了密罗 攻占福林铺 金井 再从上沙东侧掠过 很快地就抵达唠叨河北岸了 这个时候 港村综合了各路战情 经过判断之后 对道业四郎 突破我军第二道防线后的进展 有点纳闷 他想 道业怎么这么顺 我们会不会掉进了老靴的口袋 这时 已经九月底 想去他们开拔出发 已经整整半个月了 由于补给线 遭到中国军队的彻底破坏 凉墨弹药 只有靠空中补给来维持 战事十分恶劣 更严重的是 薛岳还有15个精锐石 正等在前面 连一枪一弹都还没放过呢 港村宁次 勒马唠叨河畔 独自想着 当初准备策反的中国军队 这次不但没帮上忙 而且一个比一个大的胸 现在这些家伙 正躲在深奥树丛中 等着捶他呢 想到这里 几两间不禁一阵凉 他倒抽了一口浪气 自言自语地说 好险 差一点就上当了 于是他立即下令 全线撤退 时间是十月一日 为了面子上好看 港村对外是这么宣布的 本次作战目的已经达到 本军无意占领长沙城 全军撤退 但对内行文却是这么写的 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 应肃于原地转进 意图恢复战斗力 并严密注意敌军进击 此时 敌阵已成七零八落的态势 连军令都无法由陆路传递 必须靠军机空投 五日 中国军队击落一架敌机 发现了这份总撤退的命令 这个时候 薛悦立即下令 发动总攻击 于是 全线杀声四起 尾随日军 猛追横侃 直到十月十号 敌人逃回湖北为止 这一天是1939年的民国国庆日 相聚万家岭大捷 整整一年 长沙会战是中国对日作战以来 所创下的第一次全胜的战局 也是震惊国际的漂亮一仗 虽然日军并不承认 但十七八万大军全线溃退 却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人再度觊觎长沙 却是两年后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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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